我們快速講了兩個小缺點 第一個缺點就是我們在 CCT 模式 它有 Green 跟 Magenta 的調整 但是我覺得調整非常非常的弱 現在是已經加10 是全部的 Magenta 全部加進去 那我們現在減10的話 這是全部的綠色加進去 我是覺得這調整氛圍沒有到很寬廣 我不知道 YCO 年會不會之後做韌體更新 把這個東西再延伸出去一點點 因為很容易 像是我現在的光源非常非常的陽紅 我很難就把它配到跟它一樣陽紅 像是我現在就有點陽紅不太夠 希望是可以就是韌體更新 讓這個東西再延伸多一點點的 陽紅跟綠色的調整空間會變更好 第二個缺點就是它所有的特效模式都是固定的顏色 第二個缺點就是它所有的特效都是固定的顏色跟固定的效果 所以如果我想要讓這個紅色的這一個效果 讓它變成橘色的 這是沒有辦法辦到的 稍微有一點可惜 第二個缺點就是所有的特效都是固定的顏色跟效果 所以我想要讓這個紅色的效果 可能 第二個缺點就是所有的特效都是固定顏色跟效果 你只能調整速度而已 第二個缺點就是它所有的特效都是固定顏色跟固定效果 所以如果我想要讓這個效果讓它變成橘色 這是沒有辦法辦到的 那它的所有的效果你只能調整它的速度 所以它的效果是完全固定沒有辦法自己去客製化你自己想要的效果的